溝氏wereom.com 溝氏wereom.com 大家好 我叫素子靖 叫Stan 我們最近在做的一個計畫 主要就是開源自由浪潮 我今天是代表A加A space 還有軟體自由協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來分享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的計劃 我們A加Espace主要是在台灣的北部 我們在台北 我們是一個開源自由軟體的基地 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都有跟很多的藝術家 還有工程師在做合作 在做一些跟開源還有藝術相關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 我們有發現到了 其實在視覺應用上面 是影響人們最多的一個層面 所以我們就特地比較偏向於在視覺應用這上面 來從事我們這些開源自由的一些計劃 我們著重在這上面的推廣 好 好 沒關係 剛剛有一張投影片沒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從我自己本身的經驗來看 我們從在學校開始學習軟體 在學習藝術美術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自覺地被很多軟體所綁住所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學生會在學校 就是你會有免費的學生版軟體可以用 或是教育版的軟體 甚至會有一些免費的軟體 但是其實它並不是真正的代表 是一個自由沒有限制使用的軟體 那這個很多時候它都是軟體廠商 它的一個行銷的一個手段 它為了要讓這些使用者在以後 這些學生在就業之後 他們就是習慣使用這個軟體 所以它會在你在學生時期 它就會給你使用這個免費的軟體 那其實這裡面都是有一個代價 它有一個限制在裡面的 那這一點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那舉個例子來講就是 學生它在學校使用教育版 學生版軟體 它所創作的作品裡面 有一部分的版權 是被這個軟體公司所擁有的 這個是很多人他們沒有去注意的地方 這個就是等到我們自己 真的在使用你的自己這個版權 在運用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其實有這個陷阱在這裡面 OK 然後 那我們知道這個事實之後 是不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要怎麼學習呢 我好像無所適從 我該怎麼辦呢 所以這時候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任務就出來了 我們要怎麼去幫助 像我們一樣的藝術家 或是學生去學習 那 你主要你要認清楚有兩個方面是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你所使用的工具 它是完全自由的 就是你會不會受限於這個工具 你不能夠隨心所欲的去創作 去使用它 這是第一點就是工具自由 那第二個就是你的資產是不是自由的 這個資產自不自由 就牽涉到於你這個工具 所使用的它的格式 是不是open 是開放的 因為有很多軟體 它有自己專用的獨特的格式 你沒有這個軟體 你就沒有辦法去打開你的檔案 所以你用這個軟體來做的很多東西 其實是被這個軟體所控制的 所以我們就是先有這兩個認知 第一個你的工具要自由的 你選擇的格式也是自由的 所以 所以當你在學習這個自由軟體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學習到 你怎麼讓你的技能是自由的 而不是被限制的 那當你一旦擁有這個自由的技能之後 就代表你以後你在做任何的工作 不管是你的創作 或是你在出社會工作 你都是自由的 可以自由去選擇 而不會去被限制住 因為你所擁有的這個技能 是屬於你自己能夠掌控的 而不是在軟體公司手上 OK 那這邊還有一個重要關鍵就是說 很多人在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會只專注在技術觀念上面 所謂的技術觀念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做一個影像處理 我要做一個圖像的合成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可能就是用Photoshop 那我就會選擇用Photoshop這個軟體 那我就去學習在Photoshop裡面 怎麼去做這樣子一個影像合成的過程 但是你會不自覺的 你會受限於在Photoshop這個軟體裡面 但是影像合成的這個觀念 並不是只有Photoshop才能夠辦到的 這就是後面我們講這個觀念技術這方面 觀念技術它主要提倡的就是說 你知道一個東西它怎麼去完成的時候 今天不管你是用鉛筆 或者是用原子筆 用水彩筆 用油畫筆 任何東西只要是可以做繪畫的 你就可以把那張圖畫出來 這是我們比較重視一個觀念的技術 就是不會受限於在你所使用的什麼軟體 如果你今天只是專注在 左邊的技術觀念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落入一個陷阱 就是說今天這個軟體有的功能 你才會這樣做 而且大家都用這個功能來做 都會做得很像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 你要去有意識到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真的好好的去學習 這個過程它也是需要去學習的 你要怎麼去學習 學習的這件事情 那還有當然就是不受軟體的限制 所以我們通常在講學習這件事情 可能它只是很簡單的兩個字 但是它其實在裡面有包含到非常多的一個過程 從你的感知 從你的觀察 從你的理解去分析 然後到你去模仿 然後慢慢去領悟 然後去把它實踐出來 這一整個過程 其實都是我們在講的學習裡面的 那我們就是要去強調這一點 而不是只專注於在 你要用什麼軟體去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大家就不用覺得說 我好像 如果我不使用這些商用軟體 這些非開源軟體的話 我要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有非常好的選擇 就是 那個開源自由軟體 這是屬於就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你可以自己去使用 我們只是說希望 人們可以多一個選擇 今天假如說他有預算 他有能力 他時間急迫 他可以去選擇這個付費軟體 非開源軟體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學生 他並沒有要靠這個事情來 來謀生 來賺取利益的時候 他可以去很仔細的 去慢慢去學習這樣一個正確的觀念 這時候這個開源自由軟體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除了我們在講學習方面的話 還有就是 最直接的 如果我們今天到了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在一家公司裡面 老闆他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今天請了那麼多藝術家 然後來幫我來做內容 那這些藝術家都需要用到軟體 這時候就會遇到軟體授權 跟他價格的問題 那如果說今天一個老闆 他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他可以去使用這些開源自由軟體 第一個 他是沒有授權費用的 那可以大大節省他的成本 可以擴大到獲利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這些檔案格式 他是非封閉的 他在分享上面 跟大家一起合作 互動上面 其實都有非常多優點 所以我們在A加A這個空間就是 從我們的一個朋友 從Michael開始 他從他自己的藝術創作開始 他去體會到這件事情 然後從他的藝術創作裡面 慢慢發展出來 我們在一個空間裡面 就是開始有一些 對這個藝術感興趣的人 對Open Source開源軟體有興趣的人 聚集在一個地方 然後去討論就是 我們大家有什麼一些有趣的東西 可以一起去做 一起去來做的一些project 所以我們在每個禮拜四的晚上 在那個南京三明捷運站附近 我們A加A這個場地 我們每個禮拜四的晚上七點 我們都有一個開放的分享會 我們有時候會辦一個 就是有特定主題的分享會 那如果沒有特定主題的分享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就是大家就是在那邊討論一些 跟開源跟藝術跟3D跟Brander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 能夠面對面的碰面 因為現在網路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也缺少那個人情味 還有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那個互動 一些很微妙的一些感情 跟一些就是表情的動作 有時候你在聽一個人講一個話 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看著他 你聽到他的聲音 看著他的肢體動作 你就可以比較清楚了解 他想要傳達的事情 因為在網路上這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們是很鼓勵大家就是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很輕鬆的 你可以帶著啤酒來 帶著一些零食來 然後大家在這邊就是藉由吃吃點心 喝喝啤酒這樣子然後聊天 就是在一個比較放鬆的狀態之下 大家來互相瞭解 然後來談到這些計畫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 我們常常在聚集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重點放在 就是一些實際的專案的成果 我們在這邊有做了很多一些實際的專案 那我們就是 我們都盡量去使用 完全就是開放自由的軟體去製作 這樣子一整個流程 那我們這樣子一個流程 我們也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做到這個過程 那讓大家也可以再參與 在這樣子一個作品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這幾年 我們也慢慢聚集到 就是有藝術家 也有比較工程師性格的 像我 我雖然是學藝術 但是我後來對工程方面也有一點興趣 所以我自己也會研究一些小的城市 我們在AGA這邊 我們也會去針對這些藝術家 他有需要一些小工具 去撰寫一些小城市 那以後有一些就是在學建築的 也有動畫的 我們也有一些攝影師 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來自各行各業 有各個專業領域的人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在這個討論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有蹦出非常多的一些火花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這幾年我們討論下來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東西 可以去做 我們就是可以分成兩大類 例如說我們要怎麼將一個內容 輸入到一個數位的世界裡面 然後再將這個數位世界裡面的這些內容 再將它輸出出來 就像我們這個畫面上所講到 從我們的這個3D全像攝影掃描 到這個3D虛擬的創作 到我們就呈現出來的VR或是webGL 還有真實的3D列印這些的應用 像我們就是我們也有自己的一套這個3D全像攝影 這個是有接近100台的照相機 可以在0.01秒之內就是將一個物件把它全部的角度都拍攝下來 去擷取它的3D資料 當我們擷取了這樣子一個3D立體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非常多的應用 你就開始將你的內容放在虛擬世界裡面了 所以你可以在AR、VR或是在web上面的應用 甚至是你可以將這些掃描出來的產品 就是將它用3D列印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那我們就是除了在這個藝術數位內容上面的製作以外 我們也會結合很多就是傳統的產業 例如說像婚紗攝影 婚紗攝影這個事情 傳統上大家的觀念可能覺得說 它只是就是傳統的就是新郎新娘 然後就是用傳統拍照的方式去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個3D全像攝影 它是可以記錄三度空間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將你新郎新娘他們穿婚紗 很漂亮那個狀態的一瞬間把它捕捉下來 那我們也會在一些就是傳統的這種文物的掃描 你在藝術的文物的保存紀錄上面 這個在3D攝影上也是可以使用到的 還有個人的這些數位化就是寫真 還有甚至未來的一些網路上的一些服飾的購買 你要你要去試穿衣服或是四戴眼鏡 四戴帽子這些東西都可以用3D的方式來進行 那當然還有就是在醫學領域方面 我們也有跟一些就是醫學大學或是一些醫生他們合作 就是有中醫方面他們要看人體的經絡這些 經由3D的方式去看 那還有一些就是一些醫美的產業的應用 你是顏面的一些美容或是齒鱷的矯正 這些都是可以用3D的方式去很輕鬆的去達到 所以像我們Michael他就將他自己的全身掃描下來之後 他傳統可能只是說他只能夠用畫畫的方式 但是他現在有這個3D資料之後 他可以將他的這個自己的身體的這個肖像 把它做成VR、AR 還可以在Blender這個軟體裡面做3D的動畫的應用 列印到最後你可能他要開發一個商品 大量的就是紀念品的製作 用翻模的方式去製作 所以我們在傳統的產業裡面 你可能你畫了一個概念草圖之後 你請了一個師傅來幫你捏出一個形狀之後 然後他就去翻模就去製作了 一旦他這個物件他要做大小調整或做一些微調 甚至他要保存他這個數位內容的時候 他就很麻煩 但是你如果是使用3D跟這個數位的方式的話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會減少很多這種大量人工重複的方式 當然就是我們最常看的這些遊戲或是動畫電影 這個當然是不用說 他也是現在幾乎都全部都是用3D跟數位來製作的 所以我們在A加E這邊我們就是有提供很多的服務 那最主要第一個就是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開源自由軟體的技術的資源 因為有非常多的一些使用者 他們在使用這個開源 他們在使用軟體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那個開源軟體的這個概念的 他甚至不知道有這個開源免費軟體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會有提供這方面的一個技術的資源 那還有再來就是我們這整個3D的製作的流程 我們其實都在業界很久了 我們以前也用過很多非開源軟體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的經驗的轉換可以提供 那我們也在學校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教育的課程正在推廣 所以我們就是有這些實際的一些製作 還有一些顧問的這些服務 我們之前也有推過就是 我們之前有在推三個主要的專案 左邊這個Rock搖滾 它是屬於一個音樂動畫的一個專案 就是我們會跟一些歌手來配合 來幫他們做他們的MV 進入3D的方式做出他的MV來 那中間這個師傅是開源課程 那我們現在也在台北醫學大學這邊 有在開這個學分課程 讓這些醫學院的學生能夠去 初步的去了解3D 那最右邊這個創世神就是一些遊戲的 開源遊戲的計畫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還沒還沒還沒 OK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我們的官網 我們官網就是osvaa.com 裡面有非常多關於我們的資訊 那也可以到臉書上面去搜尋 APA space 就是A plus A A加A space 那我們在對那個課程上面的規劃 我們是非常詳細的 一個初學者他從完全沒有美術藝術概念的基礎 一直到他想要選擇他往哪個方向去發展 我們都有這樣子非常詳細的課程的規劃 像我們就在台大的這個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裡面 就開過這個Blender這堂課程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們是第一次在開這個課程 他們有非常多的學生要來選 但是因為他們有那個選修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沒有辦法選到這門課 很可惜的 那我們現在就主要在台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 裡面在教授這個就是3D開源的課程 我們也有教一些3D練印的體驗工方 雷射切割這些的 我們有做非常多的這些講演 或是一些課程 那最後有一個地方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會那麼強調3D這部分呢 其實現在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身邊到處都越來越多3D的東西 不管是從電影到你的實際住行娛樂 各個層面幾乎都有3D出來了 我們的認知是 現在這個時代其實因為科技跟軟體的進步 我們其實是活在兩個世界 就像那個一級玩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它裡面講的就是你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虛擬的世界 那這個虛擬世界它是全部都是由3D去構成的 那你想要去了解這個世界進入到這個世界 甚至在這個世界裡面能夠達到很好的應用 你就要去了解3D是什麼 所以從這個世界裡面開始有越來越多人聚集的時候 慢慢就會開始有這些人的需求 這裡面就會產生很多一些商業的可能在裡面 或是甚至我們很多生活上的時間會大部分移到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我們的定義是 在這個世界如何去改變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跟這個世界去互動的時候 你就要去了解3D這個非常重要的未來的一個語彙 因為不管我們在使用的任何東西 你現在在看Google或者是Facebook、Twitter、微軟還有亞馬遜 他們其實都在投資3D 因為在以後的世界裡面 這些各個的層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不管是機器人、人工智慧、虛擬實際 還有在建築、醫學、還有在自動駕駛 甚至我們一般在用的GPS導航 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在3D化了 那麼還有就是我們在推就是 大家要Open Source的這個精神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能夠去分享 跟大家不只是在分享這個城市的原始碼而已 我們還分享很多就是這個計畫裡面 大家來創作的機會 裡面的利潤 裡面的很多這些經驗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分享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Focus 那我們在計畫上面 我們也從就是從最上面的這個 從Michael他一個人的藝術創作開始 衍生下來了到最下面 我們這樣整個很完整的構成 其實我們已經想了很久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需要有更多人來參與 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是不希望給大家很多壓力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你可以遲到也可以早退 甚至你有事情要走也沒關係 我們都很歡迎 我們這邊非常Open的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認識到更多的 Open Source的朋友 一起來參與 那期待我們以後就是 大家老了之後 大家都還是好朋友這樣子 不會說大家都握在電腦前面 老了之後會非常的孤單這樣子 那我們就非常歡迎大家就是 也支持我們就是 軟體自由協會跟A加A我們的一些產品 我們有出就是完全Open Source的Notebook 還有一些T-shirt跟書籍這些的 相關有一些詳細的 可以在網路上再聯絡到我們 那在這個後面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這個 直接點 這個 直接點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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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